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左爱向右爱里一头披肩长发 浮在书桌上清纯至极 宛如邻家女孩 在我的小小新娘里 穿上婚纱的她更是美得不要不要 但文庚英的清纯模样一直持续到20岁 在玛丽外宿中 她烫了波浪大卷发 画风突变 似乎一夜间就长大了 最要命的是长大后的文庚英胖了 而且还都胖在了脸上 这还不止 今年刚刚28岁的她已经惊现大妈脸了 颓废的表情 凌乱的发型 再加发福的身材 真是一胖回所有 赶紧回家健身健肥 瘦下来才是正大呢 很多小明星长得是远见远爱 花见花开 却难逃童兄一长残的魔咒 比如泡菜国的妹子文庚英 日前公众号独生美少女就整理出她的成长足迹 还记得2000年文庚英主演的那部《蓝色生死恋》吗 一口一个欧巴的小恩西长得清纯甜美 就连哭都是那么的罪人有没有 名称皇后里小皇后扮相也是既漂亮又有亲和力 向左爱向右爱里一头披肩长发 浮在书桌上清纯至极 宛如邻家女孩 在我的小小新娘里 穿上婚纱的她更是美得不要不要 但文庚英的清纯模样一直持续到20岁 在玛丽外宿中 她烫了波浪大卷发 画风突变 似乎云夜间就长大了 最要命的是长大后的文庚英胖了 而且还都胖在了脸上 这还不止 今年刚刚28岁的她已经惊现大妈脸了 颓废的表情 凌乱的发型 再加发福的身材 真是一胖毁所有 赶紧回家健身健肥 瘦下来才是正当呢